中共强摘法轮功学员器官仪式 正引起越来越多人士的关注 许多人正在思考如何制止这一罪恶 3月7日 加拿大政府前外交官 人权活动家大卫·乔高 在澳洲之行的首站墨尔本访问期间指出 希望澳洲政府可以通过法律 制止本国公民、吃乌国接受非法的器官移植 3月7日晚 大卫·乔高出席了墨尔本举办的获奖纪录片 自由中国的私人放映会 并在会后向观众介绍了最新调查结果 乔高先生在采访中表示 这次来澳的目的是敦促民众 继续关注在中国发生的活摘器官的悲剧 目前澳洲仍然有人前往中国进行器官移植手术 各个州都有 他希望此行能够推动政府实行相关立法 杜绝非法的器官贩卖和移植 今年2月 新南威尔斯省绿党议员大卫·舒布瑞杰 向议会提交了修订草案 要求禁止新南威尔斯省公民、居民 从任何渠道接收被活体强摘并转卖的器官 并对于非法或不道德手段 获取器官的澳洲公民和居民予以定罪 这次活动使更多的人认识到自己的责任 大卫·乔高在澳洲访问的几周内 将会见各州的政府官员、医生和律师界人士 新唐人记者孝敬澳大利亚墨尔本采访报导